这间地窖在台湾它的重要角色在于说 它是我们台湾唯一一间在古基公庙的地下的当代艺术展间 台北有少数几间当代艺术展间 但是它没有在这台湾唯一的一间在公庙地下的当代艺术展间 那它这一个它虽然空间不大但是它里面这一个是以黑色底的 里面那个是以白色底 这个自从上次这个日本艺术家Yuka Otonin他展完之后 他的这个对他作品呈现的效果 每个人都以为这个地方是台中美术馆 结果没想到是很难忘 那我们先从里面那一个氛围的这个经文来呈现后面部分 那前面这一个是这个流理的部分 那很多民众常常说为什么不开灯 那其实这就是主要 它不是要展不是只是要展那一个佛像 水晶佛像而已 如果只是像一般的流理的工艺品 那它就是开灯 开灯你就很能呈现 但是老师要除了那个它的那个佛像之外 还有背后的菩提树它前进 还有整个空间呈现的氛围 这一个就是要当代艺术展现才有办法呈现这样的部分 这是老师要呈现的部分 作品这个它本身是一个镂空的那个那个经文 那主要它为什么会刚好在这个大黑间展 就是说它这个大黑间的它的景深够 那它那个整个空间它都是一个全黑的 然后直到时候它那个拍完照片回去大家看 可以看起来会拍照的时候 不要拍到上面那个那个灯的部分 然后你回去看会看到那个光影打下来刚好那个屠杀 因为它不同的角度 它下面的那个好像一个波浪的那个部分 那拍摄的时候你不要连上面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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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色的那个部分拍 那这样会感觉你整个黑色的那个大黑间的那个景深就通不出来 那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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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我们刚说的影片全部都会上联系 是